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我將會用天使卡 和大家預測星座的運程 山羊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放手 山羊座過去給一些不好的嗜好 不開心的關係 沒有應有報酬的工作 或者一些不能夠實現的理想影響著 令你的信心大減 今個星期開始要學懂斷捨離 放下或者離開能令你的未來更好 水瓶座抽到的牌是甲子 上星期水瓶座展開了新的生活 今個星期逐漸適應下來 你的心情都會很開心和放鬆 只要繼續你的愉快生活 將會有更多好的事發生 雙魚座抽到的牌是大天使拉菲爾 雙魚座擁有樂觀的性格 可以去感染其他人 令其他人都變得正面樂觀 今個星期雙魚座可以好像療癒天使 拉菲爾一樣用最純真的心去幫助身邊的人 療癒他們的新心靈 白羊座抽到對抗這張牌 白羊座今個星期會面對很多壓力 內心掙扎 驅使你對他人有很多不滿 很容易發洩情緒 這張牌提醒你要平衡內心 得到平靜和和諧 可以令你有成長 金牛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 機會敲門 這張牌有很多幻想的泡泡 非常之夢幻 令人想起很多夢想和動力 今個星期金牛座會有很多幻想的空間 而且亦都有機會給你去做新嘗試 可以把握機會發揮所長 雙子座抽到蜻蜓這張牌 蜻蜓是在有水的地方居住 它是可以向前向後 打橫或者退後飛都可以 它的適應能力非常之強 雙子座今個星期可以發揮到蜻蜓的特質 有機會可以去公鋼 或者去外地升學 巨蟹座抽到知識這張牌 巨蟹座今個星期保持都很幸運 因為你懂得怎樣運用你的知識 經驗和創造力 令工作和生活得到平衡 繼續運用你的智慧 巨蟹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 是面對你的恐懼 巨蟹座平時都是充滿活力 但今個星期會比較懦弱些 不敢前進 內心的恐懼影響著你 每當你有負面思想的時候 嘗試去想一些正面思想去支持你 你將會更加有動力 巨蟹座抽到選擇這張牌 今個星期會面對很多挑戰 所有事都未必如你所願 但不需要因此而感到不安 你有很多機會和選擇做明治的決定 前路將會更加順利 天蟹座抽到獨創性這張牌 天蟹座最近得到很多啟示 創意倍增 而且有很多想法 但運用和實行方面有待改善 如果遇到難題 記住請你身邊的人去幫忙 天蟹座抽到潛能這張牌 天蟹座上星期開始已經向目標進發 今個星期要更加專注 將所有時間用在實行之中 每日繼續做一點 時間久了你就會見到成效 人馬座今個星期抽到龍這張牌 龍是代表勇氣力量和堅毅不屈的精神 龍也是所有戰役之中能夠獲勝 今個星期人馬座非常之聰明 而且你可以展現你的勇氣 如果你想創業移民或者海外進修的話 你都可以在這個星期開始實行 因為沒什麼OK 過了 不可望 我會永遠到家裡 會永遠都不再有人